气球 我们今天说了好多气球了 对 现场有很多气球 如果只说这个话 我觉得太没有诚意了 说不过去 对对对 但是呢 表面上看着气球 但是如果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 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气球 看好看好 第二支气球看 三 二 一 哦 此处应该有掌声吧 他为什么可以撞起来 但是呢 他还是逃不开 万有引力的定律 好 因为他表面上看是一支气球 但是呢 它是有生命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新宠物 它的名字叫 Jeky Jeky你告诉我 你觉得现场 哪位你觉得长得相对不漂亮 小声告诉我 谁 句号老师 句号老师 这不是我的选择 我要从 你能给我 配合一下吗 我们试一下 如果他在你手上睡着的话 说明你还是颜值很高的 好了 好 JK 睡觉 睡觉 乖 躺下 你看 活蹦乱跳 你是睡还是不睡啊 对啊 你睡就说明你找得 你睡就睡啊 人家睡觉要找一个美美的地方 他不愿意待在你手上 我也没有办法 我让你彻底睡应吧 行吗 你要再说我不好 我让你彻底睡觉行吗 好了好了好了 这位老师这个要送给 刚才这位 这位陈希小朋友 陈希 真的要送给你 这个是我养了大概两年的宠物 好 希望你好好的 对待它们 一只和平哥啊 和平哥和小女孩太配了 没错 这个送给你 好吗 好了 再次感谢句号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句号 好了 不光要送礼物 而且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测试眼力的游戏 我这里有两枚硬币 对 一枚金色 一枚银色 嗯 好 我想问一下 国豪 这位国豪小朋友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颜色 你喜欢颜色 拿着话筒说 好 你喜欢颜色 好了 那接下来 我把这枚金色的硬币 从我的手里拿出去 把它放进我的口袋里 放进口袋里 金色的拿出来咯 请问 请问 手里现在剩的一枚硬币 是什么颜色 银色 银色对吗 对 确定吗 确定 仔细看 我刚才没有拿 可能是你花眼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陈希 来 两枚硬币对不对 我把这枚 刚才拿着金色对吗 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银色的拿走 放进我的口袋里 请问 现在手里剩的一枚硬币 是什么颜色 金银 你好聪明 知道我们聪明了 一般的观众都想不出来 告诉你 你猜对了 里面真的是有两枚硬币 哇 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 两个小朋友 真的非常可爱 很聪明 对 其实我觉得 只要发挥想象力 即使是两枚硬币 也可以带给我们 无限的快乐 对 我小时候有一个愿望 可能跟你们一样 我像他们一样 都想拥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玩具 今天的现场 我实现这个愿望 要送给两位小朋友 送给现场 以及电视之间 所有的小朋友 就让你们 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会是什么呢 变形金刚 还有赛车 玩具 毛绒玩具 送给你们俩 小朋友都上来了 来来来 来来 上高了